德国商业银行表示 负利率危及欧元储备货币角色 大家好 今天是3月8日星期二 欢迎回到新一期的新闻回顾 当负利率阎然已经成为发达地区 央行最热门的政策工具时 德国商业银行的分析师团队周一 却优如泼冷水般的警告称 长期的负利率政策 有可能导致欧元失去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 该行在研究报告中指出 由于外国的央行不能投资负收益的资产 因为当收益重新转正的时候 也没法迅速获得回报 可以说负利率政策已经危及 欧洲央行作为储备货币发行者的利益了 对于新兴市场而言 情况优甚 因为众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 所持有的欧元外汇储币收益率为负值 那意味着日后欧元在新兴市场的储备 将很有可能进一步减少 就短期前景而言 欧元的储备货币的地位 恐怕仍免不了受到威胁 由于欧元区存款实行负利率 且大量国债的收益率接近零 全球各国央行正在减持欧元储备 在这种趋势之下 市场方面预期欧元对美元汇率可能会很快将跌至平价附近 但要长期保持在平价以下则较为困难 毕竟许多国家都跟欧元区有着大量贸易往来 仍需持有相当一部分欧元储备作为结算使用 而在上周的时候 澳大利亚联储已经宣布 在储备货币中减少持有欧元 增持韩元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回顾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